我对刘霞在目前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比较忧虑担心 第一个是她的身体精神状态 她有长期患有抑郁症 严重的失眠 失眠完全靠药物 我每次跟她通电话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最近睡眠怎么样啊 她就是完全是靠药 这个她的症状 而且她的这个抑郁症如果发作的时候 她会带来官能性的 比如很多心脏病的这个症状 但具体的医学上我也不懂 是很难受的 那么这个呢 精神上的抑郁呢 她是更重要的原因 或者护因果的是 她长期被软禁 跟外界隔绝 她一直是由她弟弟照顾 她能够见到她弟弟 能够有几个经过批准的人 可以见到她 这个她也不可能 天天到住她弟弟家呀 她有时候经常去一下 她两个人都是大人成年人 经过批准的偶尔的周末呀 可以去跟几个朋友打打球 那么这种情况 她唯一跟外界的联系就是个电话 所以我跟她通电话也非常尴尬 非常小心 我几乎不跟她聊政治的问题 几乎即使刘晓波那会在世的时候 也从来不跟她聊政治 我都是跟她谈诗歌呀 谈她的摄影作品呀 谈谈我们以前一起读过的小说呀 我跟她的通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谨慎的 我又因为怕这个电话被掐断嘛 那么总的来说她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两个方面 与世隔绝和精神的抑郁阵 主持人